防空洞里做火锅 生意火爆30年 这是怎样的一种重庆味道 开店30年 开垮了20家火锅店 它的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排队等位吃火锅 一天翻台五六次 他们的火锅店如何能做到 今天的生财有道 将走进山城重庆 和您一起揭秘 重庆火锅小店的经营之道 重庆被称为火锅之都 在重庆主城区 分布着大大小小 三万多家火锅店 每当夕阳西夏夜幕降临 重庆市三万多家火锅店里 几十万口火锅 几乎在同一时间一起翻轨 飞堂 火红的颜色冲击着视觉 麻辣的味道刺激着味蕾 热闹闻逾越的身心 我们重庆这种 铁定的这种气候 它就人啊 如果拿个两三天 不吃火锅 怀着不吃辣椒 心里就不舒服 如果以每桌四人的 就餐人数计算 晚餐时间的重庆 有数以百万计的食客 在品味着这一锅锅的 麻辣鲜香 火锅已经成为重庆 最为独特的一张城市名片 这个火锅店啊 偏不了重庆的大街小号 偏不了整个这个重庆城 在飞机上都能够 闻到这座城市里面的辣椒味 在飞机上都能闻到 重庆上空辣椒的味道 这绝对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但是它也能从另外一个侧面 反映出重庆人对于火锅 发自内心的热情 这热情一如底料的麻辣 一如火锅的沸腾 沸腾的火锅满足了食客的味蕾 也为火锅店的经营者们 带来了丰厚的财富 大家都在一口锅里面去 打捞好吃的 在这个炎热的季节 我们将走进重庆几家 最具特色的火锅小店 带您一起体验一下 食客排队等位 餐桌不断翻台的盛况 见证一锅地道重庆老火锅 底料的炒制过程 探访火锅老店生意火爆 三十年的经营地方 解读重庆火锅 麻辣鲜香的背后 独特的经营之道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 中山三路的这家 开了三十多年的火锅店 设在了一个防空洞之中 一百五十平米的空间里 设立着二十二张火锅餐桌 每天晚上 防空洞外的店门口 都会有大量的食客排队等位 一天的时间 这家火锅店会翻五次台 一天能有两万多元的营业额 生于1979年的邓鸿 是这家火锅店的经营者 几年前 他从父亲手里 接手了这家 开在防空洞中的火锅店 可能在重庆人看来 这防空洞是非常常见的 非常常见 但是可能很多人也不知道 这防空洞 比如说它是有冬暖夏凉 这样的特质是吗 是的 防空洞最开始开的时候 因为就是房子便宜一点 而且防空洞里面冬暖夏凉 那个时候空调还没有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 当时就餐的一个环境的问题 就是夏天如果在防空洞里吃火锅 其实也是非常凉快的 冬天呢 就是重庆的虽然是阴雨天比较多 但是没有暖气 是很暖和的 是的 这个抗战时期的防空洞 本来是一个仓库和腌制咸菜的地方 三十多年前 邓红的父亲开火锅店时 因为防空洞的租金比较便宜 所以就把火锅店开在了这里 但是没有想到 多年以后 这防空洞居然成为了火锅店最大的一个特色 这火锅应该也是分当旺季的 对 是的 那像这样的防空洞开火锅店的话 它这当旺季时代就没有那么凉行 当旺季就没这么明显 对 就不是这么明显 因为在里边就动作很善良 除了防空洞的地址没有改变 三十年来 火锅店里的炒料师傅也没有更换 炒料师傅樊长永三十年如一日 一直工作在火锅底料的炒锅前 为食客们炒至地道的重庆老火锅味道 哦 这三个小时之后 这料就是炒好了是吧 对 现在是满厨房都是辣椒花椒的香味 我看您现在是准备上桌了是吗 对 满上厨房 哦 就是每一个小锅里边 每一桌的这个锅里边 就是打一勺的料 对对对 三十多年不变的老火锅味道 三十多年不变的就餐地址 邓宏一家两代人经营的这家防空洞火锅 用坚守传统 创造着源源不断的火锅财富 在重庆三万多个火锅店经营者之中 有过三十多年开店经历的远不止邓宏一家 江奎生于1968年 他从15岁开始学习炒料 学得一身精湛的炒料手艺 三十多年来 他先后开过二十多家火锅店 但是这二十多家火锅店 无一例外全部以关门倒闭而告终 因为这有很多因素 后来就撤签 后来给你涨房子 因为做餐饮这个 资金成本高了 我们都没法煮 煮酒了 煮饭了 这个地方看到生意不好 直接把关门 直到有一天 江奎遇到了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的张曼 才算是迎来了他火锅事业的高光时刻 我应该是精英没有问题 然后他的那个技术也没有问题 因为毕竟做了几十年 他肯定技术没有问题 在技术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 在管理方面的确很清晰 系统化管理我都不是很清楚 一个懂经营 一个懂技术 张曼和江奎在江北区九街的北苍文创园 一起合作开了一家火锅店 那么江奎依靠三十多年的炒料经验 到底能炒出怎样的火锅底料呢 江师傅这三十年的老手艺啊 我们看一下 这应该是牢糟是吧 这个九米 就是把这个牢糟里边的这个糯米捞出来 鸡香的 鸡香 相当于是把这个九米要 油炸一下 爆香一下 豆瓣 豆瓣 是豆瓣酱的豆瓣吗 不是 不是 是专门的 鸡汁的这个酱香豆瓣 酱香豆瓣啊 豆磨子 豆磨子 是黄豆是吧 也是要麻椒过后 要慢慢炒 油不停的炒是吧 炒到这个它的酱的酱香味出来的酱 都像瓷巴海椒 增水 增色 让它这个色泽得特别红亮是吧 还有一个它的辣度 辣度主要是靠瓷巴海椒是吗 对对对 哦 接下来要加入花椒 这个画面太壮观了 烤花椒海椒又有三大主菜 辣椒花椒牛油三大主菜 哦 又放花椒了 这个辣椒是什么品种呢 这个是贵州的小米辣 贵州的小米辣 食火锅有三部曲 食火锅有三部曲啊 第一步是要有底味 第二步是什么味啊 要有回味 真的是厚重味 有底味 有回味 有厚重味 这是火锅的就是吃到嘴巴里的这种 味道的层次感 其实很多人可能就觉得 厨利火锅嘛 就是以麻辣两字可以概括 但实际上就是会吃的人 懂吃的人都可以品出啊 这种底味是酱香的 这个回味呢是绵长的 除了地道的重庆老味道 姜葵还建议张曼 将老阴茶的茶水融入到火锅底料之中 就像老阴茶的这种泡子 你加多了它就放苦 你加少了没的味 所以在那一块上是 必须要把握好的 那你们家最经典的吃法就是说 在火锅的底料当中是配上茶水是吧 对 就是加老阴茶 它这个会对火锅的整个味道啊 口感呀 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降火的一个作用 就是怕吃火锅就是要 就会上火所以加入老阴茶来去火去灶的 对对对 那其实咱们中国有很多茶 绿茶 红茶 普洱啊 就是为什么会想到说用这个老阴茶呢 因为我们以前也试过很多茶 但是口感都不一样 只有那个老阴茶它是有甘甜的作用 所以说对那个火锅搭配的话 它吃起来比较柔和 那还是重庆本地产的老阴茶是 跟重庆火锅的底料是最大调的 对 这样开火就可以吃了是吧 就可以 就可以上火锅了 麻辣增香 老阴茶去火 地道的重庆老味道 每天吸引来大量的食客 就是鲜酱 蘸一辣 明海味 就是牛肉味比较多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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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种味道 才是它的底料最真实的味道 其实不是辣 但是它不是那种很油腻的感觉 对于重庆人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然后对于外地人来说 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 这家火锅店 共有16张餐桌 每天能有一万多元的营业额 江葵每个月除了炒料的工资收入 还能有技术入股的10%的分红 他对自己目前的工作和生活非常满足 懂得炒料技术 不见得就能经营好火锅店 江葵用自己从事火锅行业30多年 开垮20多家火锅店的经历 终于找准了自己的职业定位 那就是炒料师傅 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并不容易 而找准火锅店的定位则更难了 在重庆3万多家火锅店之中 每天都有上百家火锅店开业 也会有上百家的火锅店倒闭 因此在激烈的竞争之中 如何避免雷同 这找准定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这家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南平新街的火锅店 虽然刚刚开业两年 可是每天傍晚 这火锅店都会爆满 天还没黑 门前就会有大量的食客排队等位 这家火锅店生意火爆的原因 就在于它对火锅店精准的定位 哇 看好有食欲 好有食欲 这才是正经的重庆人的吃法 就是不用鸳鸯锅 然后呢也很少用酒中鸽 大家都在一口锅里面去 打捞好吃的 哇 进来里面的更是这个样子 果然是很有这种老同性的感觉 然后像我们的这些桌子 还有这些凳子 都是我们从农村里面去逃过来的 80后小伙子郑华东 是这家火锅店的经营者 他的父辈曾在多年前开过火锅店 因此郑华东从小耳濡目染 对火锅店的经营驾轻救赎 除了延续重庆老火锅的味道 他在重庆特立独行地 打出烧菜火锅的概念 华东 这个是肥肠是吧 对 这是红烧肥肠 这是已经烧熟的 而且看到这个颜色汤汁 这一定是非常窗味的一种做法 对 那接下来你要做的是哪一道烧菜呢 红烧趴鸡饺 红烧趴鸡饺 这个趴在这个重庆话四川话当中的意思 就是软 软 烂 嫩的这个感觉 软烂的意思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密制的一个豆瓣酱 哦 密制的豆瓣酱 这是提前炒过的是吧 对对对 这个应该叫十八百椒 干辣椒 但是看起来非常油亮啊 也是提前预处理了一下 对对对 我们会有热油 先把它淋一倒 然后去除辣椒的那个生味 它就没有那个刺嘴的那种味道 花椒 慢闻到 基本上就是最好的花椒了 嗯 现在其实香味已经非常浓郁了 哇 其实是炒料 然后加汤 对 这样的 下面的本身就是已经有了麻辣的味道了 那为什么上面还要加这么多辣椒啊花椒呢 这个首先就是 第一个就是给顾客的一种视觉冲击力 看起来非常壮观很有食欲 然后就是说 我们的花椒和这个辣椒 都是提前处理过的 然后能够让它有一个味道 能够持续性 一个层次感 会很好 就 持续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能够 从你开始吃 到你吃完 有可能会有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然后我们尽量让它这个味道能够延续下去 用这样的一种做法之后 它的味道可以到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它就会延续下去 平稳的一个辣度和麻度 对 炒好的底料中 加入干辣椒和干花椒 利用麻辣释放的时间差 可以最大程度地延长火锅底料麻辣的时间 正是这种对细节的精准把握 愉悦了时刻的味蕾 也让这家只有21张桌子的火锅小店 一个晚上就能够翻五次台 每晚的营业额能达到三四万年 在重庆 有人将烧菜和火锅融在一起 也有人把重庆小吃和火锅融在了一起 这家位于重庆市江北区的火锅店门口 每天都会坐满排队等位的时刻 火锅店的经营者李登飞 力图在火锅店里推出老重庆的味道 他把重庆市各区县的几十种小吃 搬进了火锅店的各个档口之中 让食客们在涮火锅的同时 也能吃到自己喜爱的重庆小吃 今天叫什么炒饭 乱皮柴炒饭 乱皮柴是重庆的一个方言的一个话 重庆话说不是 乱皮柴 乱皮柴 它的意思就是 普通话的意思就是乱整的意思 乱整就不讲道理 乱整 就没有招法 是吧 对 乱皮柴这个炒饭也是重庆街边 超级有名的一个一家店 他没有店 他就是在路边 到了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 他就在路边来 比如说炒饭 就重庆市很多都知道这个乱皮柴炒饭 这位师傅他也是你们请过来 跟你们就是做业业的 我们也是跟他们合作的 对 把这个东西搬到火锅店里面 他也觉得火锅也没有这个东西 你看他就下了蛋 下了蛋之后他还要放很多东西 这要加入香肠 广味 广味香肠 香肠有两种 广味 广味都有 广味是麻辣的 广味是甜甜的 加入瘦肉 接下来再放素菜了 这就是胡萝卜 是吧 胡萝卜 对 洋葱 洋葱 青椒 还有一个放菜 还有我们讲的一个先入顺序这个 对 先炒昏的 不太好熟的 然后再放素菜 比较好熟的 豆芽 炒饭里放豆芽 哦 总之要把这个乱披柴的这个 三个字给体现得淋漓尽致 乱整吧 然后 料炒好了 然后加入饭 刚才放了辣椒在里边 对 放了辣椒 米丝辣椒酱 还有油啊这些 看这炒饭炒的 炒饭的最高境界 我觉得一定要这个颗粒分明啊 嗯 加一点葱花 好 炒盘 像这样的炒饭最多的一天可以卖多少份 我们最多的一天可以卖三百多份吧 除了老重庆的味道 李登飞还在火锅店的装修上做足了文章 通过断壁残垣 斑驳的墙面 打造出一种废墟的感觉和怀旧的味道 来 你看一下这个残墙吧 这是我们的残墙 哦 它本来之前是做好的 做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把它敲掉 就一块一块一块把它剔掉 哦 本身是整整齐齐的 然后就是给它故意敲成这个样子 对对对 本来你施工就 现在你要先做完整 做完整后再把它敲掉 然后还有这个笔画 这个笔画的话 棉画 棉画 有烟火器 就是像小时候老重庆的感觉 是吗 这个门头的一切 看起来很斑驳很有年代感 我们装修的时候都是比如说 先把它弄一次 再把它抄掉 然后再刷 哦就是其实本来这个是装修的话 就是给它装得比较好 比较完整 但是这一次人工敲出来的这样的笔记 对所有的过程都是经历至少两次到三次 然后这个情况 两到三次 然后包括就你走过来 比如说我们的 你看我们这个 这个墙面 比如说这种东西 你是在马路边外墙可以看到的这些东西 下面这个 比如马路边外墙 它喷在上面 嗯 这一种西 然后墙都是比如说 这也是敲出来的 敲的时候我们都是 我们老板都会比如说看到这个地方 应该怎么敲 就拿着 守着它一块一块地敲 而不是就是说你随便敲 看似破旧 但实际上是每一处都是有你们用心的设计在里面 个性十足的装修风格 咯咯咯当口的重庆老味道吸引来了很多年轻的顾客 李登飞经营的这家只有25张餐桌的火锅小店 日营业额能达到三四万元 重庆火锅有着上百年的历史 长期以来 重庆人在吃火锅的过程当中形成了自己挑剔的味蕾 而一代又一代的火锅行业经营者们 在继承传统中不断创新 逐渐形成了重庆火锅独特的风味 正是好吃的食客和好吃的火锅 共同培育出了重庆火锅如今庞大的规模和巨大的市场 成就了重庆中国火锅之都的美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